Hello,大家好,我是现年斋主 欢迎收看一期定第21期 今天主角是朋友一定心灰墨 草素工艺术在梁才墨 树金加藏 外包装是个铜木盒 上面贴了红帝黑字的莫名标签 艺术在商标标签 中华老字号标签 古法灯展颜自制鹿角胶的标签 四个标签 盒子里做了内衬 墨还套了个塑封袋 墨其实就是小小一个 三钱形质 重量不到十克 龟形造型,通体包心 正面楷书杨文莫名 树金加藏 下面小字楷书 曹苏工法制 背面为双龙拱珠 顶上应该是三个圆 不知道为啥只剩下了一个 一侧有侧款 艺术斋主人造 另一侧啥也没有 顶款顶烟 墨整体做工还算不错 挺细致的 磨一下 用了一方水锅精心摄验 下沫很轻松 膜感软硬实中 有股淡淡的香味 味道不冲 可以接受 没几下 墨就浓了 墨液还是比较润的 没什么多余的油花 磨口无孔 很紧密也很细腻 刚立度也不错 看一下入水 还是因为有墨皮残留关系 会有点小颗粒 不过没什么影响 墨液的细腻度不错 是比较典型的油烟墨色 用料还是很到位的 没有结团的漂浮物 挂臂比较轻微 不是那种油腻类型 上纸看看 随手拿了个80年代 红青棉单的变角料 没重新磨磨 上纸可能还是会有点 磨皮渣残留 不过看看手感和墨塑墨运 还是可以的 要化东西的话 最好还是重新磨 看一下干了之后 暖掉墨色 总体效果还有那么点意思 甚至还微微有点范子 老规矩图几下 今天这个曹素工艺术斋 跟上海曹素工墨厂 并不是一个品牌 主理人是冯良才 墨家的信息网上都搜得到 清灰墨墨庄的信息 我也没啥兴趣介绍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有兴趣的自行搜索 这个竖金家藏板子 其实用的是清代的老板子 而且不仅曹素工有 很多智墨名家 都有各自的竖金家藏墨 关于这个墨 我暂时讲不出太多故事 今天就来简单聊聊 墨的日常保存吧 说到墨的保存 首先想到就会是存储容器 例如考旧的用漆霞锦盒 便宜一点的用墨盒 甚至纸糊盒 用容器存放 其实就是给墨创造一个保存环境 给予墨一些基本的保护 保护的好 墨就不容易发生裂 断 质变 败交 墨在保存上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断裂 造成断裂原因 主要是人为和自然两方面因素 人为因素导致的断裂 主要是交法得当于否 以及拿放上的磕碰 自然因素就是 适度温度气候影响 对于买墨用墨的人来说 质墨这块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要注意的 主要就是小心轻放 和有一个合设保存环境 我们常会觉得 墨是个既怕干又怕潮的东西 北方易裂 南方易腐 其实本身干燥得当的墨 吹到什么风是没什么事的 怕的是兽潮之后 再遇到很干燥的环境 那样墨就非常容易断裂 而且兽潮的墨 交性也容易发生变化 所以墨的保存 首要还是在于防潮 唐人有石峡藏墨的 纵人有豹皮囊藏墨的 道明清多采用漆侠储存 清中期以后 还有在漆侠内做内衬的 其实目的都在于防潮 我们现如今的保存条件 肯定要比古代要好 选择也更加多 除了刚才说的一些容器 还可以用防潮袋 或者保鲜膜作为防潮手段 在至于纸盒木盒抽屉收纳之中 也同样有着防潮防晃性能 除此之外 室内空间里的湿度过高的话 也可以通过除湿机 这种现代手段做调整 在霉与反潮季节 古墨减少与空气接触 也可以有效防潮 有些老墨上会有 零星白点状墨霜 其实就是因为瘦潮 导致墨里胶的蛋白质吸出 如果白霜很重 甚至长毛了 那就瘦潮比较严重 发霉了 还很有可能会有败焦风险 日本人喜欢用铜木盒存墨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铜木盒既能有效防潮 也有一定的透气性 现如今的许多新灰墨采用的包装 大多也都选用铜木盒 既容易控制成本 防潮防震效果也不错 许多明清古墨 因为保存收藏得法 历经两三百年 依然能完整如新 甚至还微有金石身 足以证明在保存上 至少几百年的影响并不算大 更多的还是要看保存是否得当 有没有潮气入侵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全部内容 喜欢我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我是线天摘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